接下来为您播出平安三六五 吃西瓜会伤身 你是不是能享受这道下的领域 真相留言 平安三六五为您终极解密 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西瓜这种水果 在皇帝神农士变长百草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样的一种美味的水果 可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 西瓜你吃的时候千万当心 说你知不知道你买到的西瓜为什么那么大 你买到的西瓜为什么那么甜 这是因为在西瓜当中 可能有些黑心的不法商贩给西瓜里注射了两种物质 一种叫做甜蜜素 另外一种叫做彭大剂 那么这到底是流言 还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呢 这样的西瓜您见过吗 好好的西瓜在瓜地里自行爆裂 让很多人将这种现象 与一种添加剂联系到一起 有人说这是科技滥用的结果 有人说正是因为使用了彭大剂 西瓜才会又大又甜 事实真是如此吗 这批西瓜呢 是四月初 播的种 现在已经 呃 一个多月了 有的不成型了 一颗条上不是借两个西瓜的 这都要去掉 这个人叫李宋春 在他的家中摆放着这样的西瓜 他重158.6斤 标价为28,880元 而这还不是最大的瓜 李宋春种植的另一个重达167.88斤的大西瓜 让他在2015年第27届北京大兴西瓜节 全国西田瓜擂台赛中再次获得冠军 这也是他种瓜30年的时间里第14次获得瓜王的称号 他种的西瓜如此之大 会不会跟彭大剂有关呢 在他的瓜地里 是否也存在着会爆炸的西瓜呢 这瓜已经快生熟了 你看这是自己长成的小西瓜 这两天阴天 它自己都长裂了 完全是密封兽粉所接的西瓜 你看它自己都长裂了 所以呢 说呢 现在说网上传那个爆炸西瓜 实际就是天气 阴天和浇水 施肥有关系 它自己西瓜自己造成的裂瓜 根本不是说彭大剂所造成的 既然这些又大又甜的西瓜跟彭大剂无关 那么留言中所说的彭大剂是否真的存在呢 如果存在 又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人谈彭大剂的时候呢 很恐慌 谈指色变 他就认为彭大剂不是个好东西 而事实上 我们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研发出来的彭大剂呢 它的作用非常简单 把彭大剂撒在我们的花上 会起到防止落花落果的作用 会让我们整片地的瓜统一成熟 叫瓜漆统一 那么我们采摘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从而也就提高了我们农业生产的效率 彭大剂的使用可以防止落花落果 那么一定是在它和开花的花期的时候 就把彭大剂撒出去 直到西瓜长成一个很大的果实之后 彭大剂的产力就微乎其微了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独立反应 我们可以很确确地告诉你 这么一点微乎其微的彭大剂 即使进入人体 并没有直接导致人体中毒反应的迹象 所以说你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按照国家的使用标准 彭大剂只是在植物开花当天 适量地喷洒一次即可 彭大剂很容易被人体代谢 人体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0.077毫克每千克 就不会对我们有影响了 和李凤春一样 很多人都钟情于西瓜 比如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西瓜 其中就有现在这样的 看起来像没熟 其实是无子西瓜 非常的甜 但即便如此 还有很多人说 这个吃西瓜兔腿太麻烦了 我教你一招 怎么样切出来的西瓜 可以没有子 看 怎么样 没有子吧 是看起来没有子 其实子还是在里边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节目的最后我会来揭晓答案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接下来这种西瓜 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惊讶 究竟是什么事情惹怒了瓜农 所有瓜农都特别气愤 会不会也被人做了手脚呢 您听说过西瓜也需要打针吗 那这到底会不会是真的呢 生瓜熟瓜 你会挑选吗 平安365继续为您终极紧密 其实我们制作节目的目的还要告诉大家一条 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农业科技 对我们的科学人才要有信心 我们现在吃到越来越好吃 越甜的西瓜 越大的西瓜 其实都是农业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个良好的结果 不要相信 好像在其中有一些什么歪门邪道 那另外也有人说 还不放心 说西瓜在经销小商小贩的手里 会不会也被人做了手脚呢 没关系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给西瓜打针到底是什么情况 西瓜过甜是因为增加了甜蜜素 打针的西瓜能吃吗 这也是很多人产生的质疑 关于西瓜打针的留言中所提到的 一些不法商贩为了给西瓜增甜 人为注射甜蜜素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挂啊 现在种植的水平啊 一年比年高 挂一年比年甜 为什么呢 一是用肥 用鸡份 牛份 羊份 混合了 发酵以后 用到地里边 一亩地啊 还用了一亩 一百斤的这个酱渣子 混合一块 发酵 充分的发酵 完了用到地里边 不用不时化肥 二 定期的管理 你像这瓜长到七八斤的时候 就必须要翻瓜 让这瓜 受光均匀 所以这瓜特别的甜 从弄大棚开始吧 就是可以说 我们这儿 庞砖都算是 头一个弄起来的 咱们地区啊 当时是没有啊 就是去试着 卖瓜家 说 看您那个 吃花纸啊 给人家修学经验吧 人家的大瓜 又大又熟 从别墅引进的经验 说人家的说大棚 那咱从这儿也知起来 头一起步 我们就知道三个大棚 我当时不愿意弄的这个 我说早弄点 今年卖了钱了 你全都投进去 他就是不服 他说 今年呢 咱们要是 今年卖一万 明天投进去 得收入咱卖 翻翻都不行 他就是比较敢干 这晚上啊 也看到这个 这种传闻 我们看了以后啊 所有的瓜农 都特别气愤 这西瓜啊 打水了以后啊 一天卖不掉 这瓜就会烂掉 得不偿失 所以啊 没有打这个了 实际这瓜啊 打水是打不进去的 给西瓜打针这条留言 之所以很多人相信 理论是来自于 我们的感官当中说 西瓜内部的结构 孔隙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想把针打进去 把液体打进去 那应该是很容易的 所以大家就天然的 相信了这个留言 那这到底 会不会是真的呢 我们现在不妨 来做一个实验 其实要告诉大家 根本不是主持人 当时在做秀 是真的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做这个实验 你也很难 在不破坏西瓜内部 结构的情况下 把这个液体注射进去 那么如果真的是 有这样的方法 注射之后 西瓜的内部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刚才我们注射的针孔 必须要把内部进行这样暴力式的破坏 才可以把针孔里的液体注射进去 如果有这样的针孔 西菌进入之后 这个西瓜的保质就完全没有办法 很容易坏掉 另外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这么大的针孔 这样的西瓜您当然也不会买 蓝色的液体模拟的所谓的甜蜜素 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均匀的充满西瓜的内部 所以我想稍微动一些脑子的小贩 应该都不会傻到用这样的方法了 看来西瓜甜不甜跟打针是毫无关系的 但是能否买到又大又甜的西瓜 却是跟我们消费者挑瓜的技术有关的 接下来就请瓜王来教您两招 咱们要跳远这个熟的好 扎甜的西瓜 咱们先看它这个西瓜的外观 刮饼墨 还有瓜这个花的部位 有稍微有点窝陷 像这样有点窝陷啊 这样呢 还有接触地面的 这块发黄的地方 越黄 颜色越深 这块刮剩长时间长 这块是熟瓜 第二是弹这个西瓜的声音 它说闷响的 这声音 咚咚的声音 算是熟好的西瓜 特别清脆 它说当当的声音 这么定瓜熟的不那么太好 品质要差一些 第三啊 咱是把这瓜 拖在手掌上 轻轻拍着这个西瓜的上面 对着掌心的地方轻轻一拍 下面这个皮啊 有颤重的感觉 上面这瓜收好了 这个发出的声音啊 还有颤不颤 你能辨别这个西瓜的皮薄厚 把手掌 扶在这个西瓜皮的一侧 弹着西瓜 轻轻弹 感觉到这个 发皮在颤 这样子 这么是这个 薄皮瓜 吃冰镇西瓜 真的会对身体有害呢 它里面的细菌照样会大打击手 怎么吃才会更安全呢 甚至可以导致你拉肚子 又有哪些人群不适宜吃西瓜 军医主来确定 你是不是能享受这道下午的军 平安365继续为您终极解密 炎热的夏季 很多人有这样的 食用西瓜的习惯 我们出门的时候 把半个西瓜切开 放在冰箱里边 等到回来的时候 特别的热 浑身大汗 坐在那儿洗把脸 把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 切开 又冰又凉又甜 太爽了 可是呢 其实 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这样的强烈的刺激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处的 夏天吃冰镇西瓜 是很多人的习惯 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冰镇西瓜并不一定适合你 冰箱不是保险箱 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长期覆盖保险膜 达12小时以上的时候 它里面的细菌照样会大量自生 对于你的肠胃有很大的刺激 严重的 甚至可以导致你拉肚子 对于喜欢吃冰镇西瓜的朋友呢 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好方法 盖上保险膜之后 放在冰箱里冰镇两个小时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我们只冰镇两个小时 也不适合从冰箱中拿出来直接使用 你依然要在室温下放置20分钟 我们再来享受到夏日的美味 今天说了那么多关于西瓜的事 先解决一个问题 不掉大家的胃口 为什么我切出来的西瓜没有籽呢 很简单 我教给您 您把西瓜买回来之后 您看西瓜上面不是有这样的一道一道的纹吗 纹路 我们切的时候 我们要沿着纹路的中心切下去 就可以切成这样的效果 这样切出来的西瓜看见没有 其实另外一侧还是有的 只是说我们有朋友到家里面来的时候 可以显示一下你自己对西瓜了解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 就是西瓜是寒性的 很多人其实不太适合吃西瓜 您知道是什么样的朋友吗 就比如说血糖控制不好的一类病人 他们如果说吃西瓜的话 是非常有讲究的 口说无凭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小测试 得出的西瓜寒糖量的数值 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呢 是不太适合吃西瓜的 孕妇也是一类不容易把血糖控制好的人群 我们大家都知道 西瓜具有利尿的作用 那么一旦肾功能并不是特别健全的人群 对于西瓜吃的时候 追医主来确定 你是不是能享受这道夏日的美味 我们之所以会特别喜欢吃西瓜 不仅仅是因为它味道甜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您仔细想一想 就会发现 其实吃西瓜这件事情 会让人觉得很快乐 很温暖 因为西瓜要切开 和全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分享 这样的西瓜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了 说到今天的留言 在西瓜种植的过程当中 是甜蜜素 这确实是给西瓜身上的一个污点 这是一条留言 我们要把它粉碎掉 2015年6月24日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通报了四种不合格食品名单 并在流通领域采取了停止销售的措施 这四种不合格食品是 江苏伊利加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伊利加牌草菇酱汁 天津市季县宝春食品厂生产的 350克瓶装粒子罐头 成都豆尔香食品厂生产的 豆尔香牌酱花生 四川绵羊福来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鼠疫香牌老坛泡笋尖 凡以购买上述不合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 可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 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请您拨打投诉举报热线12331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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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